你把那个你们应该都有在桌面上或者哪边应该会有一个那个范范例档案 那把这个范例档案把它开起来 范例档案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会有一个叫151刮糊 截取刮糊中字串的这个这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的话呢 里面大概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里面其实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我要把刮糊里面的资料把它截取到B栏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截取过来的话你会看到B栏上面其实有公式啦 那主要我们会用到就是会有第一个是fine 第二个是mid 第三个是ifl所以会有三个函数 那可是问题你要一次把这个三个函数分别用在这个公式里面的话 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先分解 再一次完成 所以基本上 像以这一题来看呢 我会怎么做呢 一 我会先抓 什么呢 诶资料里面的前刮糊的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资料里面的那个 前刮糊位置在哪里 比如说在第三列有前刮糊 再来抓什么呢 后刮糊的位置 有没有 我知道前刮糊的位置 只要把前刮糊加1之后 那就是我要的第一个字 那后刮糊的话呢 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字的后一个字 所以其实减1也可以知道最后那个字啦 所以 那怎么去找到那个前刮糊跟后刮糊的位置 就是用一个函数叫fine 有没有fine函数可以找到 另外其实search函数也可以啦 有一个叫search 两个函数其实都可以找到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把这些刺 把它抓出来的话 那当然切割的话 因为它的 它的位置在中间 所以我们不能用daps也不能right 用mid的函数 那再来的话呢 可能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就是有的资料没有 刮糊 没有刮糊它会产生错误 主要是因为fine函数 如果你找到前刮糊会告诉你第几个字 但是找不到它会return 返还一个是value的错误 那可是问题我们要怎么去 做这几个动作呢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拆解成大概四个部分吧 第一个就是要去什么呢 前刮糊的位置 所以你也许 在d栏的地方 他会 把那个 做多加几个吧 前刮糊 然后呢 再来就后刮糊 也许就是把它怎么样 分别 先做那个分解 然后再切割 切割那个字串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去什么呢 最后有错误嘛 所以就是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这个去除错误好了 就大概可以分解啦 也许将来你的公司一定会很冗长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分解 然后再去做后续的动作会变得比较简单 类似像这样子 那单 如果 好看一点的话就是复制格式把它刷一下 好 那我可以分成 总共会有四个动作 钱刮我的位置 那怎么知道钱刮的位置 你可以 先插入函数 利用那个文字与资料 对不对 插入函数里面有个文字资料 我是大概 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 fine函数 各位可以找到那个fine fine函数 ok 那这个fine函数呢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呢 某文字串 在另外一个文字串中的起始位置 但是后面有个叙述是fine 区分大小写 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里面有大小写 你用fine函数的话 它会区分 那另外还有个函数啦 其实你们往下找 会有个叫search函数 其实fine跟search 基本上意思是差不多一样的 可是fine跟search最大的不一样 其实关键就是什么 大小写视为相同 意思就是search函数 如果将来你的资料里面 你要区分大小写用fine 如果你不区分大小写你用search 所以两个其实基本上最大差别在这里 所以一定有它的不一样不然的话两个一样的话就不会放两个 我们用fine好了 fine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找什么 fine test 我要找钱瓜糊 所以你按shift加上 9 钱瓜糊 那一开之后他会自动帮你加那个前后双以号 第2个的话 wis in wis in是在哪里wis in test 就是你要在 我要在那个a2里面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钱瓜糊 第3个问题是说呢 那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如果你空下来的话 他会从第1个字开始找 但你也可以从第2个第3个第4个 这个当然 可以 不过目前我们只要就把他空下来就好 他第1个找 但是你会发现 底下会return值 这个是return return值指的是 他最后有没有找到 最后没有找到 空下来 意思说 在你这个里面 没有钱瓜糊 没有钱瓜糊 他会怎么表示 按确定 你会发现 他会产生一个 请 请开头 sharp 就是那个 请开头 后面加一个value 意思就是说呢 请在那个excel里面呢 实际上就表示错误了 就是l 这个l的讯息呢 后面会提示你 他是一个value 值的错误 意思就是说你给我错误的值 什么意思呢 你给我的东西 明明没有瓜糊 你却叫我去找 你那边找找看 有没有 有没有找什么 比如找找一颗球好了 草丛里面 明明你球就没有在 明明你球就在自己的包包里面 你叫我去找 会浪费时间 所以要跟你讲说 那个 你找不到 OK 那你往下填满的话 往下向下这个填满 你会发现 如果有的话 那他就会帮你出现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会 一样是value错误 那一样的方法呢 你可以怎么 再把公式 一样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 取消 取消 然后呢贴到 依然的12储存格 贴上做什么呢 因为其实 公式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前刮壶把它改成后刮壶 这样的话再打勾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他也会再找后刮壶的位置 所以向下填满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分第2个步骤 就是先找前刮壶 再找后刮壶 那第3个步骤就是我要再把什么 把我要的那个 密的的位置 就是 把我要的部分把它切割出来 所以呢 切割出来的话呢 那基本上 我们是 用那个密的函数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可以找到文字里面的那个什么 文字里面的密 然后密的之后会会问你 总共有 三个问题 第1个是 你的那个资料在哪里啊 那你告诉我 文字在这里 第2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要从哪一个字开始找啊 那我要从什么呢 从那个前刮壶的位置 不过好像这一列 比较不OK 我们取笑一下 我们从这一列练习 因为这个前面是Value错 我先避开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那一样我找到那个密的函数 这个密的函数 按个确定之后 然后一样找什么 找这个流云 第3届冠军 那Starlangular意思是说你要从哪一个字开始 去切割啊 那我要从前刮壶的位置 特别是前刮壶位置会抓到前刮壶 所以怎么样 把它加 1嘛 OK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1的话呢 那他就会什么 变成从前刮壶抓 然后后面的话呢 Number choice 指的是你要几个字啊 那我是后刮壶的位置 再减掉 减掉什么呢 前刮壶的位置 后刮壶的位置 减掉前刮壶的位置 OK 那你会发现 第3届冠军出来了 可是会多一个后刮壶 所以减壶 所以减壶 那其实主要减壶的 主要的那个意义是怎样 就是因为我从呢 什么 从哪个字开始 从 那个前刮壶的后面一个字 但是呢 你如果后刮壶 的位置 再减掉前刮壶的位置 会变成 这个后刮壶的位置 会多一个位置 所以呢这个当然要把它剪掉 如果没剪掉 它会多一个后刮壶 那大概 知道一下 好 那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它按确定 你会发现了就帮我切割了 然后向下填满 当然你这边也可以向上填满 那可是基本上应该已经 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只是说会有很多的value的错误 这个value错误我发现 之前常常看同学的档案啊 都有里面很多一堆的紧开头的错误 但是大部分同学都 好像把他当没看到就算了 啊不然的话有比较认真的是什么 就一个一个把它delete掉 delete delete 但你要delete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你报表里面一堆那个 紧开头的东西嘛 什么紧REF 紧Value 紧NA等等的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希望用手动去把它删除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过滤 只要是 你储存格里面是紧开头的所有讯息 都要让它消失的话 那你再来就是去除那个错误 错误的话呢 你可以插入函数 这个地方会需要用到一个叫逻辑的函数 逻辑里面会有一个ifl if 加l 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 里面是有错误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处置 所以它其实里面需要给它 两个资讯 一个是value value指的就是说 你 哪一个储存格啊 或者是哪一个公式 如果里面发生错误的话 你要做什么 就是 把它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呢 上个礼拜有讲过吧 没有 就两个双引号就是没有 就是空置串的意思 所以呢 然后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 告诉它说我的value在哪里呢 在前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这个前面的储存格里面呢 假如有紧开头的 你要做什么 就是把它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就双引号两个 这样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 就 里面有错误的部分呢 就全部消失了 当然这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了我们已经把最后的结果给做完了 可是问题我们是分成 四个步骤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但是呢如果你希望最后可以怎么样的把它放在这边的话 那一般做法是什么 也许你可以这样按右键 把它怎么样的隐藏起来 就做完了 对不对 不过 这似乎好像不太 不太正确啦 这有点是好像取巧的 可是 当然呢最好我们要的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可以 把 这四个步骤 把它变成一个步骤 就是四合一啦 其实 为什么需要拆解成四个步骤 因为如果拆成四个步骤之后 你会比较好理解 好理解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 你还要学会一招 就是能够把 这四个动作 把它变成一个动作 这个当然就是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工作里面 你要一次把那个事情做完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你拆解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就变简单了 那我的习惯就是说遇到一个问题 我先拆解 拆解完之后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可是合并的话有一些小技巧 什么技巧 就是像这些啦我先把这些 把它delete掉 我们重来一次 如果你要把它合在一起的话 我的习惯是从里面的公式 的其中一个 先把它复制一下 那复制的时候呢 不包含等号 比如说我 直接先fine 函数里面的第1个码吧 不包含 那个等号的这个公式先复制 复制完之后的话呢 我先取消一下 因为复制完如果你不取消 可能你点旁边会产生错误 的话 再点一下这个b2 那做什么呢 把那个 刚刚这个公式呢放在哪里呢 放在mid的函数里面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最近使用过好了 这边最近使用过 我刚刚有用过mid的 那我第1步怎么样 Test一样是抓前面的 第2个的话 star number就是把它 刚刚我剪下的贴上 因为这个是钱瓜阿虎的位置 把它怎么样呢 加 1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公式后面 把它 直接什么 加 1 加1 就是 找到钱瓜阿虎的位置 加1 然后呢 再来后面 number choice 是 后瓜阿虎的位置 加上 钱瓜阿虎的位置 减1嘛 所以我一样贴上 那这个 找后瓜阿虎的话 就是把那个 没有 这个钱瓜阿虎的 这个 按序 加0 然后 找到后瓜阿虎的位置 再减掉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是贴 Ctrl V 贴上 前瓜阿虎的位置 后瓜阿虎的位置 减掉前瓜位置 再减1 有没有这个逻辑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吗 那实际上我只是把公式贴到密的函数里面 然后按个确定 因为这边一样是value错误了 所以向下填满 这个第一步OK了 可是要把这个value错误去掉的话 第二步的话就是再把这个公式 把它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一个什么ifl 最近使用过ifl 然后把公式贴到value里面 贴上value 就是判断一下里面是不是错误 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给他一个双引号 反之的话就是给正确的结果 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结果出现了 OK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我刚刚的做法只是说什么 把第一步的那个fine 钱瓜糊的这个公式 先把它先剪下来 然后呢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mid里面 mid做完之后呢 再把mid的公式剪下来 再贴到ifl里面 所以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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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种逻辑 你可以贴很多层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那种复杂的公式 绝对都不是一次做完的 反正做一次 剪下贴回去 剪下贴回去 那你可以做到非常复杂的这种逻辑应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我们刚刚主要的那个 就是逻辑一就是把后面分成四个步骤 分别找前瓜糊的位置 后瓜糊切割去除错误 那会用到三个函数 在最后呢 利用那个把公式 记得我习惯是选取 fine函数的时候呢 记得不要选到那个所谓的等号 把那个这个地方剪下 再贴到那个 密的函数 然后剪下再贴到ifl 这个可能要慢慢熟练 如果你熟练之后 以后即便再复杂的 公式 其实你也都很容易可以做出来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试一下这个这个ifl的部分 这是函数的解法 函数的解法 那当然等一下还当然还可以用 录制聚集啦或者是说那个VBA可以解决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先试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公式有些细节假如一下记不得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云端 上不是云端在那个我们的讲义里面 也有那个 在第33页 33页里面的话呢也有就是 截取那个 第33页 截取 瓜糊内置串 33页往下 34页 就有我刚刚做的那个 步骤 我把它拆成12345 5个步骤 那请各位 也试着把这个 解法先 扶楼 扶楼 货币